美国的期中选举开始了 当然今天大家在关注着美国的选情之外 我们还要来讨论 就是在德国总理萧茲在访问了北京之后 那么现在到底对于德国或其他的国家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带动的效应 而此外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传出来说要访问沙鲁地阿拉伯了 而且Wall Street Journal还甚至点出了是在12月 等一下我们也马上好好谈谈这件事情 好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美国的期中选举 现在谁输谁赢恐怕大家心里有数了 尤其是拜登 不过你说这场选举真的很烧钱 而且连计票又说很冗长 至少恐怕也要等个7天吧 那么但是现在呢你说 在大家等待着这个选情最后的结果呢 就有人在分析说你看 民调啦还有五党派的预测机构啦 他们都有调查就显示共和党 可能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次 但是参议院主导权可是竞争相当相当的激烈的 那么呢现在呢连拜登 你看他在选前之夜自己讲了一个什么话呢 美国的这个媒体国会山报就有报导 你看这个标题在这儿 这Biden acknowledges dem 就是指民主党人 那么对于能够保持对于国会的一个控制 是怎么样 是一个奢望 very high expectation 意思就是 民主党人要继续保持对国会控制 太难了啦 这是一个奢望 那么现在你看 这么贵的一场选举 非盈利组织不是都算了吗 至少超过167亿美元的花费 已经超过了在2018年的140亿美元 是创始上新高了 这就是美国的选举啊 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 花那么多钱的目的在哪里 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金主赞助嘛 对 那么捐献 那金主捐这么多的钱 一定是要有回馈的 要有等价交易的 那当然不会是马上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些候选人 不管是州长州务卿 或者是众议员参议员 当他有背后的那个金主 给他这么多的钱的时候 或者是政党 背后的金主给这么多钱的时候 那各位想想看 之后要不要欠他们人情 要不要买他们的账 当然要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美国的对外的用兵 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 是满足背后金主的期望 这个就是美式民主带来的结果 但是大家都是故意看不见他 我们一直强调 美式的民主一定要改革 再不改革 这个制度越来越腐败 这个制度越来越烧钱 这个制度官商勾结 越来越严重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改 但是看起来短时间要改 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制度如此的脆弱 所以一直有人想要捍卫这个脆弱的制度 那么他们一直指控对手要破坏 摧毁这个制度 其实没有了 对手也是在这个制度体系内 选举出来的嘛 所以要随便指控对手要破坏这个制度 也是胡说八道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来讲 拜登就有三种状况 有可能 第一个就是维持现状 那也就是参众两院都赢了 那就是维持现状 那参众两院都赢了 维持现状 那也不够就是政策趋势走下去 拜登会更神明 更聪明 更厉害吗 想当然不会嘛 因为两年的结果就是如此 目前来讲 美国的经济就是衰败 然后在整个国家 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日渐低落 这都是事实 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后面的两种状况对拜登 都是非常糟糕的 一个就是输掉一个院 不管参议院还是众议院 目前最可能的就是输掉众议院嘛 那如果输掉众议院 他一定就是颇压了 因为重大法案绝对过不了 那另外一个最更更糟的状况 就是两院都输 两院都输那就是颇定了 而且还会被弹劾 一定会被弹劾 所以我想重大法案通过不了 也一定会被弹劾 那你想想看 民主党往后两年 他基本上来说 他就根本拜登做不了什么大事 那你想全世界 一看到你这个政府 这个总统做不了什么大事 他之后还要积极的去参与 很多的会议 那当很多国家看到你 做不了大事的总统 来参与这些会 跟你说了也没用 那你想他只能够想办法秀一下 展现一下然后装个一个姿态 但是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知道 你已经差不多了算了应付你一下就好 给你一点面子 但是基本上来讲不会谈大事情 好不过现在讲到这个选情的话 其实我们看包括拜登还有在这个共和党这边的川普 其实在11月7号这个选前之夜都很拼 都很拼 那包括像是你看 你看这个拜登呢是在马里兰州的Baltimore 那么另外呢这一头是川普 他是在恶害恶州 两个都是在选前之夜 大声的这个要催票 希望选民一定一定要给予他们支持 比方说那我们看拜登就讲 我们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中 现在做的将会决定民主是否长存 这句话一听还挺耳熟的 这原来是美国的林肯总统 曾经讲过的一句名言 他拿来用了 然后他说权力可是在你们手上 所以拜托去投票 不过呢把林肯的话拿来搬出来有用吗 看起来也不见得能够获得少数族裔的认同 因为呢华尔街日报这边就有报道 共和党其实反而在黑人跟拉丁裔 选民的支持率是翻倍的 17%的黑人选民反而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以前他们大概只有8%个位数的支持率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倾向投给民主党 这回可是变了 来 院老师 这个我前不久推荐一本书给国人读 我在上面还写个推荐区叫民主在退朝 那个时候呢讲的主要问题是2012年的 所谓的阿拉伯之村 就从图尼西亚开始 一路上就闹到叙利亚这样子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美国的民主 还是蛮有信心的 还认为他可以对外输出这个制度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输出还好 一输出的话呢完了兵败如山倒 现在搞到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都出了大问题 我觉得拜登讲的话算是终于讲了一句不糊涂的话 美国的民主都快危险了 这非常非常有问题 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美国的民主出现的问题是 美国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财阀政治 美国的财阀政治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大家任何事情都讲钱 任何有钱的人就在美国讲话特别大声 那个马斯克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他居然公开就在呛拜登 公开要支持这个川普 川普做总统的成绩 就是拜登认为民主即将富王的代表 而那个川普认为说是 拜登本身把美国搞得简直一塌糊涂 就是美国本身的财阀政治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财阀呢 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有霸权 这个我们都心知肚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美国这个制度所创造出来的 所谓的民主 绝大多数人都非常非常怀疑 除了美国本身值得怀疑外 英国的民主制度也很值得怀疑 所以大家整体来讲的话 就开始慢慢思考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 那我们剩下什么 那我觉得大陆那边也提出 它的所谓的 所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只是说现在讨论的人比较少 但是你仔细去了解那种情况的话 确实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它其实基本上 它是强调社会平等的 它会强调共同富裕 它强调社会治安的要好 就是说不能有黑 不能有金 不能有毒 也不能够搞怪力乱神 这些现象其实都在台湾 都一样化葫芦 所以台湾现在的情况 就完全依附在美国 只是不晓得美国这棵大树的制度上 已经腐朽到什么程度了 你想想看 为了一个选举花了多少钱 美国人花权就是强调捐款 捐款的人的话 就把这个账算在所有的候选人身上 而且这个捐款人本身会出一个现象 这个在台湾也一样 就是你后事看好 钱越来越多 多到你不想要 如果你本身很困难 我相信拜登现在筹款都不太容易 你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确实是蛮有问题的 对 他会跟选情波动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